由于尝试各种新题材的春美歌剧团 将于9月22号 23号两天 在台北陈述舞台推出歌仔戏版的灵魂当铺叶王子 故事描写一位高傲的王子 逼得手足出卖灵魂 最后付出极大的代价才让一切回归原点 接下来就透过镜头带您先读为快 黄奥号战的王子巴莱打了胜仗回国 却面临国内百姓因为民不聊生而群起抗争 这时恶王子巴丹却替百姓结尾 引发了两位王子之间的嫌隙 并且因为女巫的挑拨 让恶王子不惜出卖灵魂换取报复的快感 春美歌剧团年度大戏 以歌子戏的唱腔诠释叶王子的故事 要让观众有不一样的戏剧感受 当王子他弱迫被那个巫女害的时候 他到了民间他才知道 哇什么叫做真的是 什么叫做亲情什么叫做爱情 为什么过去我没有同理心 我不知道说我为了国家 我是为了国家 但是就把人家丈夫啊 把人家儿子都抓来当兵 害人家的一个家庭就破碎了 这出《燕王子》是新生代歌子系编剧许方词 首次与春美歌剧团合作 并且挑战观众对善恶对错的标准 不过才华洋溢的许方词却在9月13号因病过世 让剧团的演员们不声唏嘘 更希望演好这出戏献给已故的编剧许方词 相信他一定是在我们台前在看他的作品 在看他的作品做得怎么样 所以大家团员们 大家都是很尽心尽力的 要把他的遗作演得很好 《燕王子》将于9月22、23号在城市舞台登场 喜爱歌仔系的观众朋友 千万不能错过这出村美歌剧团的年度好戏 中家台北新闻林锡慧采访报道